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热血科学家的 闲话家常 本节目由国科会赞助播出 我们感谢国科会 我每次听到每一个 开头就讲这句话 就会让我相信小时候 看日本卡通都会 什么提供 本节目有什么提供 可尔必资可利果 他都还会有一个 他们企业的slogan 然后用讲的 下次应该请国科会提供一个吉祥物 让我们可以广告一下 这个蛮怀旧的 这个来我们一定照做 但是现在没有我们有讲 已经人自义气 好了好了 每次都讲说闲聊太多 没错没错没错 来我是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施麒麟 人称清廷老师 我是中云大学物理系的许晶玲 人称Zero老师 我是啾啾 啾啾又是难得的一次 这个简单民聊 通常都是这个最罗说最长的 废话最长 好我们赶快进入正题 现在只有一分多钟 我们就立刻进入正题 这是创纪录吗 对对对 好那今天要讲的还是太空的话题 太空 对讲到太空 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蛮兴奋的吧 就是有梦想的 对对对 从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个阿波罗计划 登陆月球啊 所谓的小时候是我们刚出生那个时候 但后来 其实那个时候啊 真的是科学万能的时代 对不对 因为太有名了 所以我们都有一种错觉 觉得小时候好像有看过电视转播 太多人登月 其实没这回事 登月应该 有看也不是看那个现场live的 对对对 好不过这个对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来讲 可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过在经过了这个阿波罗登月 已经超过半世纪之后 其实最近这种太空的活动 越来越兴盛了 感觉上好像又重新进入黄金年代的感觉 大航海时代 尤其电影界 也在拍个太空电影 大概都保证有一定的票房以上 对对对对 那不太一样的就是 之前是美国苏联 这个两大强权的太空竞赛 没错 但是现在就是这种民间的企业 也纷纷的砸钱进入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民间企业进去 就会觉得 好像是真的要来了 对不对 就是说并不是这样子 猛烧纳税人 缴的税金可以无责任的花这样子 讲一个好像政治不大正确的 就是当年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点 就觉得有点可惜 虽然冷战结束一些好事 可是觉得可惜的就是这方面的发展 包括太空科技的发展 就没有他推动的动力了 因为你不需要在军事上面取得领先 所以等于是说上一波的这个太空冒险时代的驱动力 是这种军事的对抗 没错 那这一波可以说 应该是大家开始秀到商机 那所以感觉上 说不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移民到太空去生活 要进入宇宙世纪了 开玩笑 宇宙纪元的开始 不过讲到宇宙纪元 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 我们有一个新的算时间的方式 大家都要遵守 对不对 那大家在太空中生活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是人类 也有很多需要共同协作的部分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对表 对啊 这个在所有的科幻作品里头 多少都一定要设定的 我们看那种什么科幻片 那他一定会讲说 如果他的故事的设定 是很久很久以后 那有时候他就会怀念说 我们来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来自于一个 非常古老的星球 叫做地球 那时候制定下来的习惯 所以我们说是24小时365天 虽然我们这个星系 完全就没有道理 遵守这个什么 一年是怎么样一个规则 就是地球环绕恒星太阳 一圈的时间 他说在我们这个星系 完全没有意义 可是这个东西就有个麻烦 大家要瞧时间 说什么时候 我们要来线上meeting一下 或者说我的太空船 什么时候要到你那边 那这个就要 两方都要有一些准备 所以大家要对时的这件事情 其实在未来的宇宙中的生活 应该会蛮重要的 对啊 那你说 我们这个星球又不是 这个一年365天 公转周期不是365天 所谓的一天 这个自转周期也不是24小时 可是问题是 如果大家在太空中的足迹 越来越广的时候 一定每个星球 或每个世界都不一样 那大家总是要找一个基准 用了你的基准 我其他人就不爽 总之爽的就只有一个人而已 一个星球的人而已 其实最麻烦的是那种 很接近但是差一点点 对 如果你差很多 大家反正就讲 就差很多 我听两个老师这样讲 我终于明白 沙丘为什么会搭起来了 因为每个星球 他都会讲说 为什么要照你们的 听我的 对啊 不是吧 合理 每个贵族都这样子讲 九大家族就说 为什么要听你的 脑子不爽 你九大家族 你听一个就是有八个会成绩 再来就是大家大干一家 对啊 决定要听谁 那个皇帝我就老看到不顺眼 想办法把它略下来 对啊 时间很重要 不要光是 不要讲说这些科幻片 光是在现代 虽然大部分都用纪元 可是你知道 这个关于这种时间 或者说甚至是年代年表的制定 跟国家的自尊是很有关系的 我最近有看到一部剧 他讲到这个时间 他讲说他们要从那个太空战 国际太空战要回来 然后他就讲了 他用说以地球时间 就是讲他当地 那个Houston跟他讲的时间 然后接下去 他们没有一个定时的 他们就只有讲说 120分钟以后 对他们不会去讲 什么几点几分 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 别人不讲光是用分 其实就是很非常大地球主义的概念 因为分就是地球定出来的 可能是时钟大家买的一样 那是因为现在大都还在地球的附近 不过我说科幻片 他还是要用这样子地球 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人 很惯用的标准 不过你演电影 你拿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现在会看这些小说 跟看这些电影 都是地球人 你要是弄一个别的 大家看来就超不习惯的 你的书就会卖不好 电影的票房也会 你看我们看五家好说 在那边讲一炷香 你就想说一盏茶 你就在那边想说 这到底是多久 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一直很怀疑 这个香有大汁小汁 这个茶也有大汴小汁 可是你也不能叫五家小说写说 我们这位大侠 我们20分钟后再见 突然就有种跳脱时代的感觉 以前不是都有什么 直丑隐谋这种祭食的吗 好像不是用日旧吗 用日旧下去 我就想说那天如果下雨 那天要怎么过日子 你讲的是日鬼 什么日旧 不过那个东西 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时间 我们在祭食的时候的解析度 古代那个一个时程 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 所以大概来讲那个时程 你讲的一个时程 跟我讲一个时程 差不多不会差很远 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古人的活动 这个移动能力比较低 所以这个距离没有那么长 不会像现在就有时差的问题 对不对 但这个再往前延伸 我们刚刚讲到的 在科幻小说或电影里面 都会跟你讲 哎呀 因为种种原因 所以我们就从一个远古时代 不知名的星球 留下来的 这个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更深层的物理上的问题 基本上来自于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就告诉大家 你到了宇宙中 甚至你不要说宇宙中 我们即使在地球上 你要对表 其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这个不就是测不准原理吗 不是测不准原理 测量的话 这个基准的工具 是在讲相对论中的同时性 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 大家可能最直接联想到就是 是不是今天就要讲那个 双生子悖论 对不对 这个当然大家都听过 就是双胞胎 有个人在留在地球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星际旅行 然后回来以后就变得比较年轻 那你一定想说 路上他们通讯的时候 难道就不会出问题了吗 这个通讯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跟刚才讲的同时性 是相关的了 就是相对论的概念里头 不同坐标系下面 你认为它同时 另外一个坐标系 却不认为它会是同时 这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而且就是大家说 这个双生子的矛盾 我们说去宇宙旅行的那一个 时间会过得比较慢 所以它就会比较年轻一点 可是我们讲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 所谓的时间膨胀 那个地方先讲一下 对不起你们讲的 我已经发现 我在可能一个 你们在三楼 我还在一楼等电梯 物理学家的尝试 不是一般的尝试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啾啾来帮我们拉回来 我刚才是傻眼了 我应该从哪里问起 我刚才都傻着 时间膨胀一定听过 因为连心机效应都有演 这个应该大家多少都知道 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听众 可能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看了电影 带着满腔的疑惑 没关系 本节目秉持的就是Friendly 友善节目 都要解释很清楚给大家听 这个其实是在狭义相对论里面的一个结果 他基于一个假设 就是光速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固定的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三个人 对不对 然后啾啾突然肚子痛起来 就往门外冲向厕所去 然后以跑百米的速度 秒速10公尺跑出去 等一下 秒速5公分 我是听过的 秒速10公尺 这是大概人类的极限 你要是跑得比这个快 根据这个漫画短跑交流里面的讲法 我会进入神的领域 神的领域 就是100公尺跑尸 对对对 事实上只不过是缺氧造成的幻想 对对对 然后这个Zero呢 发现 啾啾没有带卫生纸 什么烂丝 然后就抓着卫生纸冲出去 但是因为这个Zero呢 只是依照他的友情来行动 这个驱动力就没有那么快 比如说这个Zero老师呢 就以秒速9公尺 秒速5公分 速度追出去 那这时候呢 我们都学过嘛 那在Zero老师的眼中呢 99就是以秒速1公尺在远离他嘛 因为时间9 没错 那对我这个禁止的人来讲 就是一个是10 一个是9 很合理啊 很合乎常识啊 但是光这种东西不一样 我还是要说 刚才比喻比喻了半天 那个要上厕所 这个假说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我们只是要讲相对运动 跟相对速度 他重点在相对运动 为什么99会跑比较快 就是你用一个速度去追的话 你们两个的相对速度是会变小 而且直接相减就好了 对两个相减 但是如果今天99呢 是他的真实身份是闪电侠的话 他以光速这个冲去厕所 秒速30万公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Zero老师呢 是比闪电侠慢一点 秒速29万公里去追 那这个照我们刚刚的讲法 是就是会差秒速1万公里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99自己是光的话 如果今天是一个光 秒速30万公里跑出去 那我们以秒速29万公里去追 这个秒速29万公里的人 他所看到的光速 并不是秒速1万公里 而依然是秒速30万公里 这是相对论的一个基本假设 听起来很怪 可是我们可以说 他已经有实验证明了 对 一般来说我们说到假设的时候 可能都会讲说 你就是用这么奇怪的假设 那当然可以推出一个奇怪的理论 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 这个奇怪的假设 就是因为 如果你就这个假设出发 发展出来的所有的讨论的结果 经得起实验 那就是他这个假设就是对的了 就是可以接受的 到目前为止 这个假设都还是对的 好 那我们就要讲 由于这个假设听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就是说你用一个很快的速度 去追个更快的东西 结果反而你们的相对速度 不是两个相减 你看到的光的速度跟静止的人 看到的光的速度居然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假设 那当然他导出奇怪的结果 也就不意外 那至于要怎么导致可能大家就要来物理系上上相对论的课 可能要念到博士 我这边有一个非常不用那么难 对 因为因为这个如果是最简单的推导 其实用到的数学还真的不难 国中的那个必是定理 对对对对 不过我们这边可以用最直觉的眼光来看 就是说你在追他的时候 你的时间的流逝会不一样 所以就会导致每个人看到的光的速度都还是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你本来应该要看到是这个 描述一万公里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时间变慢了 所以你就觉得你没那么快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这个导出来的结果 就是所谓的时间膨胀 就是运动中的物体 它的时间会过得比较慢一点 那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的双生子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一个双胞胎 其中的一个坐上太空船去星际旅行 那他当然就飞很快 那我们在地球上静止的另外一个 看起来飞了一阵子 我那个双胞胎兄弟或姐妹 变比我年轻 我好像有点亏到了 那刚刚这个J有讲到 那如果反过来呢 因为运动是相对的 对那个在太空船的人来讲 他觉得我才是静止的 是你地球在动 这个有趣的就来了 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个地球上的双胞胎 他也觉得对方比较年轻 没错 所以双方都觉得变对方 对方的年纪跟你是不一样的 而且一个是都是同样 因为是相对相对性的 所以呢你都会觉得 对方应该是时间的流逝 是要变慢 变慢的 对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不就矛盾了吗 对啊 可是你要知道双胞胎 这一个悖论 这个应该是狼之外提出来的 好的样子 那反正最后 你一定得两个人再度见面 否则你这个双胞胎出去一去 就不回来了 那可是 如果照我们现在讲 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坐在这里聊天 是隔着Google Meet 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是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上面 所以我在影像上看到你比我年轻 你就是比我年轻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都是跑很快的太空船 没错 那个离超远的那个状况之下 才会让这个效果看起来变得很明显 所以就是说 你要来真的比较 到底谁比较年轻 谁比较老 一定要把那个太空船给叫回来才行 没错 那叫回来的过程中 这个太空船一定要回头 对不对 那回头它就是 本来它是有一个等速度在那边跑 那它要回头 它一定要先减速 减到零 然后再加速 反方向加速再回来 对不对 那这个加速减速 就是刚才JoJo讲到的 他在一楼等电梯对不对 那电梯从一楼加速往上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觉得 好像我的体重有点变重了 对 那其实就是加速的时候会让你有这个效应 电梯向上加速的时候 你会感觉除了地球本身的重力之外 你会觉得好像多了一个多的重力 而又把你也是一样往下拉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太空船本来远离地球 然后它减速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人会感觉 好像受到一个重力一样 那同时它要回头的时候 也要再加速 也一样会感到一个重力 只是这两个重力方向当然是相反的 没错 这个的话就造成了一个他们的不对称 对 两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就是活在地球上面 就不一定是个过程 另外一个一定有加速减速 那这个就导出了 其实爱因斯坦另外一个超厉害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等效原理 就是你这个加速减速 就好像跟重力很像 那这个造成的效应 其实严格来讲是用广义相对论来解释 是最适合的 不过我们也只要讲一下造成的结果 就是他也会造成时间的流逝不一样 对 他说其实刚刚这位老师讲说 这个加速度跟重力的效应是很相似的 其实爱因斯坦是说他们不是很相似 他们根本就是一样 那用广义相对的结果 根本就是一样 必须要像夺魂剧一样 把你关在一个箱子不往外看 你才会觉得他一样 你往外看你当然就会不一样 没错 他的所谓的一样就是把你关在一个 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分辨你是在地球的重力的影响 还是你是在一个向太空中的太空船 然后向着某一个方向加速 I want to play again 我想要玩个游戏 来没有窗子 请问你在哪里 你念太快了 I want to play again 所以这个广义相瑞瑞是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在一个重力比较大的地方 你的时间就会过得比较慢 重力小的地方 时间会过得比较快 一个就是你简单的讲 你老的慢跟老的快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住那个大楼 有没有 住在最顶楼 哎呀 有一种这个君臨天下的感觉 像什么总裁一样 办公室一定要很高 整面的落地窗 对 避逆四方 你住太高的楼层 你会老的比较快 没关系 人家有钱 有各种回春的方法 好好好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效应给加下去 那个坐太空船出去的 因为他要减速 减到零 然后再回头又要再加速 历经两次加速的过程 所以他就受到了多余的重力 这个多余的重力 就会让他的时间过得比较慢 所以这个的确是 当他回到地球的时候 就会发现 因为大家已经站在同一个地方了 那站在同一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比 的确是那个外面逛了一圈 回来的 那个会比较年轻一些 这就是心境效应 里面有演到的 那个老爸 对不对 回来女儿都比他老 对 女儿已经变阿嬷了 这样子 因为他历经了 这个不只是狭义相对论 太空旅行 有这种加速减速 而且他还在黑洞旁边生活了一阵子 那黑洞那重力超大的 所以时间就会慢非常的多 这边在插播一个话题 就是刚才其实有聊到的 就是说 他们在最后是可以相比 那在旅行的过程中 难道他不能通讯吗 来个视讯电话来 看到底谁比较年轻吗 不过这边你就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就是距离很远的时候 你的通讯是需要时间的 就跟我们现在看这些星星 他其实不是现在的星星 没错 他都是很久以前的星星 因为光速传递是需要时间的 你四万光年外的星星的 那个星光被你看到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星星就是四万年前了 因为四万光年外的星星了 所以所谓的同时 这边就很难定义了 没错 所以我们刚讲 为什么当他还没有减速再加速 他是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比较年轻 是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对方 一段时间之前传过来的影像 这个就让我想到 最近你知道很红那个恩台在演那个三体 这就是那个三体人跟你讲说 我要来了 四百年后再来 这个还要讲一个更老的 就是最近这个新海城 他的票房都已经可以说胜过攻击郡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这个一炮而红之作 就是这个星之声 对不对 那时候还是手机 还是那种像Nokia3310的 开玩笑 大家都是这样发简讯 简讯恋爱 我们是第一队被宇宙拆散的恋人 对 他们的通讯就是要 因为要经过这样子 所以发个简讯都要经过 从一开始在比较近的时候 过几天才收到 过几个月才收到 最后跑到这个太阳系的边缘 去打外星人 这个一传 哇就要几十年才能做的 没错 你看情侣靠简讯来传情 然后一则简讯要花个几年才到 这个恋爱谈得下 你知道这个悲哀是什么 女主角还穿着高中裙 高中身制服 结果在地球的男朋友 已经变中年大叔了 已经是这种军人 他说我要追随这个女生的脚步 从军去打外星人 可能已经当到提督了 还没有到中年大叔了 你们脑补了太多了 没有来到再过去就是了 他没有拍他的脸 所以不知道年纪到底多大 好了 这边只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一下 新海城现在已经是主流的动画导演了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他的新之声大家一定要看 就是他的处女座 虽然现在看可能会有点声色 可是我觉得超赞的 气氛拍的非常好 还有那个苗 只是物理上我就忍不住要吐槽 你整个宇宙舰队都可以用超空间传送 把他送到这个 星系的边缘去打这个外星人了 你通讯为什么不能走超空间 还要走一般空间 你怎么要讲 因为这样比较贵 你怎么这样 他只是一般台湾大哥 大家怎么可能用到去 送实体的战舰过去 绝对是远比通讯要贵很多的 对 好了吐槽不完了 吐槽这个整部片就不会成立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都要假装不知道 糟糕我们推荐这部片的通时 把这个槽点也讲出来 这个大家可能一看就出戏 幸好这部作品只有25分钟 不过应该也不会 我们讲了半天 反正物理学家的常识 不是一般人的常识 大家听了可能也就忘了 因为新海城那一种 接近于那种诗歌朗诵般的台词 大概会让你很快进入到 人家是学语言出身 多么有诗意 他是这个国文系的 不过要提醒一下 他的国文是日文 废话 所以除了这个新资深 还推荐大家去看秒数5公分 那个因为速度太慢 所以不会有时间延迟的效应 这个相对论就 我们就不理他了 好 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在宇宙中 我们要讲这个时间 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没错 你的运动的速度 还有包括你受到的重力 还有你要加速减速的过程 都会对时间产生影响 就是变成大家每个人 在宇宙中的这个手表 或时钟走的速度 是不一样快 对 那大家一定觉得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呢 大家如果喜欢科普 学过一些相对论 你应该知道 除了实验上没有证明之外 我们也最常讲 它其实已经影响了我们 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现在了 尤其对于我这种路痴来讲 OK 现在绝对脱离不了的 就是你要看Google Map 你要订阅 导航 那你就需要GPS 你要导航 导航系统一定要知道 你现在在哪里 对 我就跟拿一个地图本 没什么两样的 对不对 你知道你自己来哪里 那就是GPS定位 而GPS定位 其实用的这个GPS卫星 它在算你的位置的时候 那个时间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所谓的定位 那种三角定位 你必须知道 卫星的位置跟你的位置 还有那个信号传过来的时间差 才有办法精确的定位 那卫星的时间 跟你的时间是一样的吗 这就是刚才的话题 一定要注意到的 我们讲说当你速度很快的时候 相对论效应就会比较明显 还有就是重力差很多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些卫星 就是在地球的轨道上 那其实卫星在轨道上 都跑蛮快的 我忘记这个GPS的轨道是多高了 不会离地球太远 对不会离太远 那像通常都是有音速的十几二十倍 通常都是每秒超过一万公里的 这样子的速度 所以是非常的快 我们如果是一万公里 是公尺吧 时速一定会超过一万公里 对 时速 时速啦 秒速是公里啦 秒速大概八公里左右 OK 秒速大概7.9公里 就是近地卫星 就是靠地球不算太远的 已经过了卡门线 可是离地不算太远的话 那地球一圈是大概90分钟左右 然后速度大概是每秒7.9公里 一般是这样子 那已经是非常快了 对 非常快 每秒7.9公里 也就是从台北到台中 大概20秒 20几秒就到了 没错 所以你看到有些电影 他们在说 我们现在用到那种近地的间谍卫星 去监督这个恐怖分子的行动 然后马放只剩下20分钟 就近度可以监视的空间 然后进来以后没多久 又离开了 卫星要推离了 因为真的 如果你是靠地球很近的卫星 它跑得非常快 其实你们说很近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近地轨道 大概是高度在2000公里以内 其实2000公里也其实很远 我觉得 你要以地球的尺度来看 对 那地球的尺度的话 那个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 对 所以很多人在比喻的时候 你拿一个苹果来比喻的时候 我们的大气层 其实是苹果的果皮左右 然后离这个果皮一点距离 我们就认为它已经是太空了 没错 好 所以虽然说我们讲这个秒数几公里 听起来很快 但是比起光速的那个秒数30万公里 还是很小 但是呢 它这个速度已经 虽然说我们感觉好像还是很小 但是它引起的相对论效应的修正 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了 如果我们 那个GPS卫星送回来的讯号 因为它包含了 这个卫星现在所在的位置 跟它发射的时间点 如果我不加这个相对论效应的修正 这个包括两部分 一个就是因为它跑很快 一个就是因为你看它离地 也几百到几千公里 它那个地方的重力跟地球上 也是不一样的 那算你觉得好像不会差很多 但是这个修正下去 你如果不放这个修正的话 可能会造成你的定位几公尺左右的误差 大概几公尺两三公尺 这种等级或五公尺左右 那这个误差你觉得 以地球的尺度来讲好像没多大 但是这个就会牵涉到 从前这个GPS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很常发生把你导航导到掉进 可有力量 对不对 掉进铲铲子里面 对啊 那其实在导航上面 你几公尺的误差 可能就让你完全到不了 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而且以前你就会知道 下个路口请左转 对你就会转错一个 本来要叫你走大马路 你就走到那个巷子里面去 以前常常会这样 你会觉得说到底是这个路口 要走的是下一个 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已经 事实上它相对论效益 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了 我觉得现在每个人 大概你很难不去用这个GPS 的导航系统了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你看它那个已经是在地球的附近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 以美国来讲 它目前正在推的一个计划 就是那个亚特密斯 就是他们将要重返月球 那我们人类要进入太空 进入宇宙世纪的话 有几个 最近的当然就月球 那另外一个就马斯克在玩的火星 还有一个就是钢弹里面 我们要建立太空殖民地 对不对 建太空殖民地 因为要大量的这些建材送到太空 所以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那眼前最容易重新发生的 应该就是重返月球了 对 那所以在月球 你看月球就离我们更远了 然后我们看过月亮的距离 这个漫画 就觉得哎呀 人家都要盖 都已经盖月面都市 以后会有月知名的诞生 月知子 然后月知子 坐在那边就是月知 不过作者已经弃坑了 是不是 太过分了 跑去画钢弹 你是怎么意思 无限期的修盖 Anyway 所以呢 吐槽这个 我们是这个漫画家 不把它画完 但是 这一部 如果你年满18岁 我们是大推 推到一个不行 算他没有玩 不过我们活到这个年纪 哎呀 没有玩的作品 实在太多了 这个一堆人在那边 吐这个库拉皮卡 不下船 这对我们来讲 都小额科 小额科 就说嘛 就我们的观点来看 这些漫画家 对人类的贡献 都已经够了 你要知道 我知道我的谭保莲 从没有手机 到现在手上握手机 我都不适应一段时间 玻璃假面 千面女郎 对 我也无所谓 对 你还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是 跑去跟法老王 谈恋爱的 王家的文章 尼罗河的女人 那个是不是有玩 那个玩了吗 我不知道 我们是古代之旅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 佛系的 搞不好他玩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两部我记得 都是从1975年开始 开玩笑 那一天我才看到 那个施老师的脸书 说他在买 那个王者天下 我就想说 哇 王者天下很新 对 我说你也慢慢买 这个我看还有得打 这个我们这种名单上一大堆什么五星物语 强词装甲 这一大堆 开什么玩笑 就是光是以他画出来的部分 我们就觉得他对人类的贡献已经够了 好 所以现在是在讲月亮的距离 是 好 所以月亮的距离里头的幻想就是我们以后到月球殖民了 那在这个故事里头他都没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对表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问题真实世界是会存在的没错 那月球上的时间要怎么跟地球上的时间对表 这个在今年的4月2号 我想他们也许是故意慢一天 别的大家以为他们是愚人节的玩笑 4月2号是美国的白宫发表了 我们要制定一个月球标准时间 或者是说是所谓的月球协调时间 那这个名字叫做LTC LTC 听起来好像某一种手机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个呃 他需要制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相对论效应 嗯 那他会差多少呢 所以这个LTC 因为L就是Lunar 对不对 T是时间嘛 C的话 C的话是Cordinated 对对对对 就是协调的意思嘛 好 OK好 只是我在这里觉得一个蛮怪的地方 它是Cordinated Lunar Time 缩写起来不是应该是CLT吗 这个搞不好是用法语习惯 也有可能 现在很多什么度量横的标准 好像都是在法国上面 不过我记得我有看过法文 也不是 真的吗 他的缩写也不是这个 比如说那个我们讲的SI制 有没有 我们SI制就是那个国际标准制 对不对 那其实以国际标准制 用英文来讲的话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 对对对 这样的话会颠倒过来 那法语习惯才是变成SI 就好像我们现在地球上的标准时间 其实是所谓的UTC 这个 所以是不是又就是用UTC这个习惯嘛 对对对 然后就换掉吧 这个U换掉 因为它这个顺序也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UTC它的全名是 也是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就是这个协调世界时间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协调呢 其实就是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放了那个原子钟 那因为地球呢 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嘛 然后在原子钟放的位置 有的放楼上 有的放楼下 那因为我们这个原子钟量时间 可以量到超级无敌准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个原子钟的结果就发现 他们的时间其实没有完全一样 所以就是用了一个很复杂的算法 去算出了一个大家共同的时间 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未来人类建立银河帝国 大概也是这个感觉啦 就是那个不同的世界在世界 或者是我们的银河帝国里面 不同地方放的原子钟它的速度 它那个读数字会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来瞧一个标准时间 不要说就照你的就照我的 那大家很容易就打起来 对啊 就刚才讲到的 所以它才会用一个协调嘛 大家来协调 当然对我们日常来使用的话 因为大家都在地球上 这个应该是差也是非常微小的 但是今天呢 如果是一个在地球上 一个在月球上面 这个差别就会比较明显了 所以月球那边刚才讲到了 这个根据相对论效应 也就跟刚才的这个GPS 卫星的概念一样 你那个相对论效应 就一定得要考虑进去了嘛 对不对 那月球那边的重力比较弱 然后它在月球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 跟地球又有相对运动 所以一定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差的应该也就是微秒等级嘛 对对对 那微秒等级 平时日常生活 我应该觉得应该没问题啦 比如说想象一下以后 有人在月球上面跟你打电话 你刚才不用担心他的时间 跟你不一样 对对 差个几微秒 对 但是要是有一些跟仪器相关的 就一定这个效应 相对效应就一定要考虑进去了 所以你看到吗 不过我大概某个程度 我会觉得这个美国白宫这个动作 都是要抢先人家 宣誓就是说 其实有点宣誓主权的味道 这是我想出来的 代表我们是领头羊 这个时间 我订出来 以后你们再到月球来的时候 时间要照我这一个 有点这个味道 根据月亮的距离 你想的没有 好 这个 不过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别人会不会听你的 这个以后再说 如果是广义相对论的修正的话 每一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经过一个小时 你在月球上的表 它会比我们慢一点 慢多少呢 广义相对论的修正是慢57微秒 57微秒 也就是100万分之57秒 这很小嘛 对 但是狭义相对论就是因为月球在那边绕着地球转 跑很快 那把狭义相对论修正进去之后 这个是跟广义相对论刚好是反方向 对 它会让狭义相对论会让 这个 它的时间呢 变快 0.52秒 所以一个是变慢57微秒 不是0.52秒 0.52微秒 所以这样插一插 大概就是 月球上的时间会比地球上 每一个小时慢56微秒左右 56微秒 这感觉不会差很多 就算我在上面生活个100年 大概也就是差个一秒两秒的等级 这样子 不过就是刚讲的 如果今天要用到精密仪器 要导航的话 100年差个一秒 这应该就会出问题了 对 因为这个修正是比地球的GPS系统的修正要来的大的 所以你这样子修正下去 这个本来在地球上 你不放相对论效应的话 会让你差5公尺 你在月球上 可能就会让你差个500公尺 你这个太空船要进入这个宇宙港的时候 一歪了500公尺 你就撞下去了 突然间从宁静来跑到另外一个塞骨 就把他扳当 这个现在我就要提倡 各位手表制造商可以一个商机 就是说 号称 这个不是我们都讲说 这个手表如果能显示多个时区 就很酷的手表 你现在多了一个 事实上第一个可以显示月球时间的手表诞生了 其实以后根本就没有改 因为那个实在差太少了 他一定得用数字的形式 用指针的形式根本看不出来 而且小数点要用很多 几个微秒 不得了 这个以前 超酷的 就是你刚刚讲 那种商业 要展示你是一个全球到处飞的商业人士 你的表就要能显示世界各大都市的时间 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为了未来的太空船船长到月球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的手表 开玩笑 ルーラーシティ越之沉 没错 那我们可以想见 如果以后要到火星去的话 那个修正可能就更多了 所以马斯克要出这一个标 对 所以这个就是随着我们的足迹越来越广 这个相对论效应 你就跑不掉了 以后我们要成为宇宙的居民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要必修相对论 不然我们对于时间的概念 通通都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用的好好的 这是因为近似的关系 这个相对论的效应修正很小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不用管它 没关系 大家都当成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一样快 但是以后到宇宙中 可能就会很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不想读相对论的话 就大家赶快去看一下勇往直前钢巴神 然后如果你连看勇往直前时间没有 或闲找不到 那就请你要注意我们频道 我们随时都来告诉你们各些这些星期 我们当然还是要讲星际效应 你也是洛兰粉 最容易看到的应该就是星际效应 不过比较容易想睡觉 我老实讲 这个钢巴神是比较热血的 热血沸腾又有美少女跟机器人 会不会跑步要绑轮胎 好了阿宅话题到直为室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希望我们赶快到太空中去生活 宇宙世纪UC000赶快开始 我以为你要讲UTC 到底要从UC000还是0001开始 一般来讲应该从1开始 因为季元 西元也是元年 我们都会讲元年 今年是什么年年 西元元年 就西元1年的前一年并不是零年 是负1年 所以零是被调过去的 所以应该是UC0001 好我们期待 好那我们还是节目的最后 感谢国科卫的支持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还有两个YouTube的频道 一个是专门讲量子科学 与量子科技的量子熊 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 讲所有的科学新知 就是热血科学家的长话短说 好欢迎各位对我们的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